我先把晚上要录的视频先给拍了 现在讲这个主义主义的 三杠三杠二杠一 代表人物是克尔凯库尔 凯字我都不行 那么这个理论命名有点难命名啊 它是一种实存主义 Existentialism 它最终走向的那个应该是叫做 克尔凯库尔的最后一 我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积极的实存主义 我得找个词找个词 refine the word 嗯 position positioned positioned 就是它找到自己位置的啊 定位类的实存主义 或者我们叫做 position这个词翻译怎么翻比较好呢 安置了安放了的安放了的 实存主义 有所安放了 安放了 被安放了 甚至是 可以看成是被安放了 实存主义 因为克尔凯库尔的这个辩证法 这个辩证法的书里 我主要借鉴的是齐泽克 当然还有那个瓦尔特·舒尔茨 我们都算晚期谢灵主义者 从观念论上讲 算黑格尔主义者加晚期谢灵主义者 所以我们用的那套行画都是一样的 这个克尔凯库尔的 克尔凯库尔的哲学就是三阶段论啊 三阶段论 非常典型的审美 伦理 最后是宗教三阶段论啊 三阶段 那么 舒尔茨用观念论的术语去把握 就是用观念论术语的把握的话 因为克尔凯库尔的 它是一个后观念论啊 所以它的分析单元是实存 实存 实存就是人的生存啊 人的生存 而且侧重的是内在体验 内在体验啊 是真实的内在体验 本真的内在体验 在审美维度的话 它被叫做 一种无方向的 在自身中啊 审美维度 我们就要一个个来讲了 审美维度一定会超越到伦理维度 伦理维度一定会超越到宗教维度 但是呢 这边是实存本身的辨认法 实存本身的辨认法 这边则是一个 把实存 设立在自身当中的一个他者的辨认法 他者的辨认法 他都是有辨认法做中介的 实存本身的一个辨认法 这是他者的辨认法 如果我们要说观念论的话 这么一个环节可以说是观念论维度 而这一个环节则是一个实存主义维度的 实存主义维度的 看开过了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吧 他把审美的维度叫做一个 审美的维度啊 或者叫享乐的维度 就是叫做在自身中 在自身中啊 然后是无方向的 无方向的 不连续的生命意识的逍遥自在 不连续的 生命意识 的一个 逍遥自在用的词是这个 就是没有 ongebotenheide吧 zoglos zoglos 它比较无忧无虑的 无忧无虑的 用德文就是 zog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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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gebotenheide 那中文翻译者把它翻译叫做逍遥自在啊 逍遥自在 就是就是 buff 这个就是那个不操心的 worryless 你可以翻译成就是worryless 或者是 就是没有操心的 后面这个 前面这个词坠就是 烦啊 zoglos 它就是那个 海德格尔的那个烦 此在的一个存在的基本样态 但是它是zoglos 就是它是不烦的 这个就是 英文的那个 less 就是不烦的 没有什么好操心的 无忧无虑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 就是没有负担的 没有负担性 无负担性 中文 译者把它翻译成叫做 把这一整个这个东西 把它叫做那个 自由自在啊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逍遥自在 逍遥自在 in sich un aus s ge wish tent wotan man 无方向的 无方向的 然后 就是 undirective 我的翻译成 德文我是看得懂 看懂词根 老实说我都不念 不会念啊 就是 discontinuous continuous undirective 然后 discontinuous 生命意识的不连续的 lifeconscious 生命意识的不连续的 life con cli consciousness in self inself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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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审美截转 在观念论上的定音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种无负担性啊 审美阶段就是 瞎逼乐 傻乐 还没有意识到 实存是一种自我中介的 他没有意识到实存 他需要就是 他有一种无条件的 绝对的自我中介 自我中介就是自己理解自己 自己认识自己 自己明白自己 自我中介就是 self mad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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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成 现在是 这里用自我中介 还是用self 就是用self 虽然 虽然这个词根里面是self 自身 这个词 z 好吧 翻译问题 不管了 self 他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自我中介 他会一定会上升到这个阶段 一定会上升到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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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一定会进行自我中介 就是说 他一定会 就成为自己的本质 认识 并追求着 成为 自己的 什么符号学本质啊 符号化的本质 你再享乐主义 再审美主义的 我比如说 比如说 一个KTV里面的一个酒托女 或者一个什么 一个那种K社会大哥 他再沉浸在这种啊 完全无忧无虑的 无负担性 不负担任何东西 无负担性 然后是一个没有方向的 不连续的 断的嘛 他这个无方向 不连续性都意味着 符号化的失败啊 符号化的失败 或者说 都意味着符号化的失败 被打断的 其实这种纯粹的审美 只有在一种 就是 绝对 绝对权威的 家长 照看一下才会有 加引号的照看 照看一下才会 人才会陷入到这种 因为人啊 作为实存 人作为实存啊 就作为existence 出来存在 人作为实存 他有什么 他只要 你不打断他 不中断他 他就会自己 设立符号学秩序 他就会认识 追求着成为 自己的那个 符号化的一个本质 你之所以会 成立在审美阶段 是因为有一个 绝对权威的家长 绝对强力的一个家长 他一发现你苗头 要长大成人了 就给你打断 他不停地在打断你 你知道吗 不停 你一发现要对 比如说要对 你的小玩 小玩具 小宠物 要有那个负担性的 要对他产生忧烦了 他就打断你 他就宝宝乖 妈妈再给你买一个 他就打断你 你懂吗 他不会让你去 走向下一个阶段 但是 只要没 这个照看者 没的话 只要他消失的话 或者你 你察觉到这个绝对权威的照看者 他的能力兜不住的 你生命会成长的 人会长越来越大 生老病死 要取牺牲者的 你的家长制 对你的这种看护 照看消失的话 那你肯定会从审美阶段 走向这个伦理阶段 你那种浪子 一天到晚出去约的 或者说一天到晚海王 什么的 还是会追求 就是忽然之间 就爱上一个 他心目中理想的一个男人 或者理想的一个女人 然后就是 我到底是你的谁 他就想要把自己定位了 想要有个身份了 想要有一个 那个符号化的一个本质 他追求一个 自我中介 自我中介 他自己 中介他自己 他自己 在他的 就是 就是他 不 就是他这个符号系统 就内化到他自己的一个 自我认同里面去了 自我同一 自我认同 是一个词 self identity 里面去了 这自我中介的话 就是他过的这些 就是他要把这些东西 处在他的真正的 概念性的 符号化的一个掌握当中 而不是随波逐流 在审美阶段下 你是随波逐流的 今天去什么 一个美妞 然后 特别什么 身材特好 明天又是谁 后天又吃什么东西 爽得不得了 这是随波逐流的 你知道吗 无方向的 吃什么鹅肝 这个油油滋的满嘴都是 又吃鱼子酱 那个腥味 加点鲜甜 又吃个什么东西 又玩个什么 迪士尼 又玩一下 去什么环球 什么影视中心 又玩一下 又出国 日本去玩一下 欧洲去玩一下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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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随波逐流的 就我 我这种穷人 我只能想象 这种东西 他是完全是 没有一个自己的筹划 没有一个自我中介 他还追求 绝对的自我中介 但是 这个会失败 伦理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伦理阶段 下 你就看到 就是那种浪子 想要有个家 浪女 想要有一段真情 你就知道 他进入伦理阶段了 但是他注定失败 他注定失败的 他注定失败的 因为石存在这里 他一定会 就是他要 他想要抵达本质 你知道吗 他想要抵达本质 存在主义 并不是什么 存在先于本质 真正生存论 生存论的话 他明确知道 想要抵达本质 是一种不可抗的 一种内在 非常强的爱力 甚至说绝大的痛苦 绝大多数 百分百痛苦 就是因为 你一旦到达这个维度 你回不去了 向下回去 继续回去浪 就被阻断了 你一个浪女 一旦想要有真心 What's up 那你后面的 再继续浪 继续烂 继续海 那都是假的了 那就不是一开始那种 无忧无虑的 无负担心 那只是个报复 那只是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一个无条件 绝对的自我中介 就是爱上那个男的 最后原来是在偏他的 原来也是个假的 也是个渣男 也是个海的 或者是也是个 那妈的复兴看什么的 就他回不去了 他假装自己 比如说那个浪女 假装自己要回到 审美这个阶段 又重新去 去怎么样 去用他的身体 审美资源 去获得 生存优势 或者说重新来 就不叫重新来的 他是始终保留在第二阶段 始终停留在一种挣扎当中 因为 实存 要想彻底的把自己 无条件的绝对的自我中介 这是注定失败的 注定失败的 那么克尔卡古尔主要就 讲出了一个生存论的一个 存在主义危机 就是伦理化 或者叫本质化 你想要把自己的实存 给本质化 这种努力注定失败的 想要把自己编到一个符号系统里面 成为符号系统里面定义的一个身份 定义的一种关系当中的一个 作为一个最好的儿子 或者作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或者作为一个妻子 或者作为一个女儿 让他的父母相信 自个儿赚来那几百万 不是白来的 作为一个儿子 让他父母相信 自个儿这个钱不是杀猪盘 赚过来 这都注定失败的 注定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具体原因 可能是因为他的前面 二三十年人生不干净 或者说他前面就玩的浑身脏了 或者说怎么样的 那里结扎了 那边不孕不育了 那边这个情史太泛滥了 就是一个电话簿里面 一打的旁边人就接电话了那种人 哲学上的原因是因为 哲学上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实存本身 实存本身 它把它叫做 它总是 它总是具有直接的已经存在 直接的已经存在 这种直接的已经存在 是无法中介的 没法中介 它先于任何一种中介 先前于任何一种中介 就是它有一个最小限度 作为实存的主体 实存的主体 它总是已经存在的 总是已经 这骰子总是已经制出去了 你要让这个骰子 就是成为一个本质的骰子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骰子 总是已经制出去 它总是有个点数了 具体是一点还是二点还是三点 反正它总是有个点数了 你不可能得到一个没有点数的骰子 骰子本身 就绝对自我中介是不可能的 它总是已经存在了 总是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本质是一种 无法 没办法消化掉 无法降解掉的 消化不掉了 所以在伦理决断总会陷于一个既想要绝对的中介 绝对的自我中介 自我中介 又无法中介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在克尔凯格尔那边叫做 罪 叫做罪 这个罪的话就是 这种痛苦的张力啊 这种痛苦张力是没有办法消解的 但是是可以叫做解除的 是吧 叫做befiren 一种可怕的解除 或者叫做玄制 它用的词叫做那个 免除 s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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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德国呢 我被写完了 s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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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做免除 免除 但免除的意味并不是说 它就不痛苦了 它会继续让它很痛苦 它会继续 它始终会作为一个结构 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生存论的结构在那边 会让你痛苦 这个基本结构 免除就等于罪啊 免免除的结构就等于罪 免除的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想要把它干掉 想都甭想 就是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就带病生存 你可以理解 你的带病生存吗 你给我带病生存吗 你永远是处在这么一种张力状态 因为你总是已经存在 你总是有东西不能消解的 这就不是具体的一个什么海王 他总是什么什么不孕不育了 然后又想要生小孩怎么办呢 我靠假装 然后把他丈夫骗出去 预产期的时候 带孕正好人家是给他生了个小宝宝抱过来 肚子就正好变小了 哇靠我太假了吧 这做不到呀 你要赚多少钱的了 他为了演成这一出 他故意再和他老情人再怎么怎么着的 弄了几十万块钱 跑到国外去演这一出戏 他想要带病生存 我觉得就不是这种具体的 不是这种具体的 而是在一个就是主体心理学发生机制上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绝对的想要成为一个 我觉得是道德君子吧 就是那种一切都是利他的 利他的道德君子 但是你会有一个已经存在 总是已经存在 比如说你总是要利他 你给自己设立的本质 就是我总是要利他 我要自我终界 我总是要利他 自己是你自己的一个本质 但是问题就是 就是这个本质维度 它的一点就在于啊 就在于它的本质是自我设立的 它是纯粹的自我终界 也就是这里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意志 从审美阶段到伦理阶段 是一种变得自由 因为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本质 然后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自由 成为自己的这种本质 就是绝对的自我终界 但是它总会是失败的 因为它总是已经存在 那个起点不是由你控制得了的 你要成为一个利他的一个人 你拼了命的想要去在道德上 各方面就是毁家疏难啊 或者就是说就是帮人啊 做好人像顺啊 像像瑶啊 这种古代的这种君主义啊 那种美德的那种状态 但是它它总是已经存在了 它总是已经存在 会导致一个你的利他 总是有一个动机 你知道吗 哎呀动机是要做好人 你知道吗 总是这个在逻辑上 在逻辑上 它总是有一个自我被谬的辩证 它想要绝对的自我终界 说这个本质是我自己设立的 但是你总是已经存在 这个本质的自我设立性 总是可疑的 总是 总是一种邪恶的起点 总是一个歪掉的一个起点 总是在最最最最极端 最开始的是一个他者 是个脏脏的 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东西 但是克尔凯过尔 他解决这个矛盾 不是通过我刚刚说的这个辩证法 说在你这个任何的道德意识的 设立的起点处 必然具有意义 意志性 必然具有一个不能被消解的 不能被中介的一个 一个意志性的一个 一个病理化的一个起点 Pathological的 就是一个脏的 一个有问题的一个起点 比如说 所有的利他主义者 可能一开始就是自私自恋 这种 不是这个意思 克尔凯过尔用的另外一种方式 这就是克尔凯过尔前面这两阶段 中间的辩证法 用的是观念论的辩证法 这很简单 都是用的观念论的辩证法 很好理解 主义性内在有这个辩证机制 可以理解 但是 但是呢 他后面用的就是一个 实存主义的辩证法 他后面用的就是 为实存设定本体论地位 为这个existence 给他设定本体论地位 就是从第二阶段 从第二阶段 从伦理阶段 走向这个宗教阶段的 他用的辩证法就不一样的 他走向宗教阶段 用的辩证法就不一样 就是 不是 至少就是说 就是他把绝对者 本身当他者来用 和黑格尔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这边是从第二个阶段 走向第三个阶段的话 那么在其这个看来的话 就是达到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知识 意识到宗教 和 其实 其实这个东西和 第一开始的 那么一个审美阶段 是短路的 但是他是 他是 他是一个 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 不是一个直接 他是中 他是中介的 是间接的 如果你想了解 齐泽克版本 对这个东西的解读的话 我有一个视频 我有一个视频 我讲过一个视频 就是那个三阶段 三阶段 克尔凯格尔三阶段 克尔凯格尔三阶段 克尔斯的三阶段 我有一个另外一个视频 二十几分钟 那个 那个是齐泽克的一个解读 齐泽克认为就是说 只有 二元对立 只有这个 审美和伦理的二元对立 或者伦理和宗教的二元对立 而不存在一个三元组 不存在审美伦理宗教的三元组 不存在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下面 下面两节伦理和审美 这两维度的 它的对立 是由观念论的辩论法调和的 上面两节伦理和宗教的 它的对立呢 是由这个 生存论 是用生存论的 就生存姿态的一个转变来调和的 这是一样的 这和齐泽克说的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是切了 切换了个视角 不再用前面的那个关键论视角了 不再用前面那个 那个理性的 或者说一种就是符号系统 依赖一个符号系统内在的一种相互关系了 那么从伦理阶段到 伦理阶段里面我们知道的 它的一个本质结构就是罪嘛 就是罪 罪是一种免除 就是带病生存 就是告诉你这个机制是不可避免的 是不可避免的 你在这种 在伦理阶段当中 不仅仅有罪 你还会沉浸在一种胃当中 胃当中 就是angust 或者英语就是anguish anguish当中 这种胃的话就意味着 你此在把握到它的 或者就存在 就是实存 就是实存 就是主体 主体把握到它的存在 是一种必然存在 这种必然存在 就是be master 我操你知道吗 masterbe啊 翻过来 masterbe masterbe 这是一种 这是让它感到恐怖的 这是一种 因为 为什么让它感到恐惧啊 因为实存在这里发现了一种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 是一个闭合的自由 是一种闭合的自由啊 就是 就是 实存 他发现自己 必然存在 就是 必然 变成一个符号化的一种 一种 一种存在者 他必然为自己设定本质 而这个必然 回过来一想 就是觉得有一个无意识的自由意志 在那边起作用 就是 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一个 一个 一个 就是一个 我始终用女性举例子 不太好 我就一个 一个 小鸭子 小鸭子不太好 又歧视这种特殊职业者 我靠 我又举个什么 就举 比如说一个在游戏机厅 给人家当这个 看 看门呢 看 有没有城管跑过来啊 就这种小孩 什么时候 他感到胃了 他忽然之间发现 诶 我是怎么 沦落到这个境地的 忽然之间发现 我是怎么沦落到一个 给人家当小马仔 比如说 他正好是45岁 给人家当小马仔 在这里 帮人家看游戏机场子 我竟然没去上学 到底咋回事 后来他畏惧 畏惧到什么 就是说 原来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是他自己小时候 比如说 9岁10岁的时候 做的决定 给人家当这个小弟 当了三五年了 他忽然之间 怎么回事 我怎么 我怎么成了这么一个 游戏机厅 开门的 哪一天被人捅了 或者哪一天 就怎么样了 就这 在野这辈子 没希望了 他就处在一种 他发现 他是必然存在的 你知道吗 他这个决策 是他自己做的 忽然发现 但是就是 完全是超出 他的把控了 但是这是个自由 但是是个闭合的自由 他这个自由是 这个自由 哎呀 他是一种 被束缚的自由 被束缚 就是这样存在 你就存在为 这种东西了 你也找不到 另外一个人 那就给他负责任 对不对 没有别人可以给他负责 没旁人给他负责 你自己混成这样 活成这屌样 是你自己犯的错误 他就处在一种 畏惧当中 这个畏惧就是说 他自己竟然能够 真的能够 抉择自己的生命 并且 抉择错了之后 负责任还得他自个负责 他处在这种畏惧当中 这种闭合的自由 他有一种封闭的自由 封闭的 这种状态就有点类似于 就是 齐泽克在 自由的深渊里面说的 作为主词的freedom 他就那样去 让事情这样发生了 但是他就是个自由 他是个意志 如果小朋友回忆的话 确实他当年 因为啥原因 就是自由的 做了这个决定 但是他是个主词的自由 他当时根本没有符号化 他就是个抉择 就是个人生 发生的一个抉择 主题就会陷于这种畏惧当中 为什么他害怕未来 他害怕将来 因为他发现 或者 或者 或者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女孩 爱上了一个渣男 他忽然有一天发现 就处在一个非常恐惧当中 我怎么爱上了他 我怎么爱过他 怎么回事 了解吗 就是 然后想 是我在17岁那年 和他怎么久后 发生了什么关系 然后再怎么怎么样的 一个不鼓励 未成年新关系 然后再怎么怎么样的 那个什么 做了一个自由的抉择 忽然之间发现 自己曾经 必然是自然 必然是存在的 了解吗 我怎么怎么回事 或者是那种粉丝 我怎么回事 我居然崇拜这个 他就感觉到这种封闭的自由 这种自行歧视的自由 这种不由分说的自由 但是这也是他自己的自由 他害怕你知道吗 他害怕将来 万一我将来什么 忽然之间又爱上 另外一个渣男 或者又爱上另外一个明星 或者我忽然之间 又喜欢去 蹦迪了 我忽然之间又喜欢去 那个什么跳 那个跳 跳绳索 就那个叫什么呢 就蹦迹了 他害怕你了 他处在这种位当中 处在这种angst之中 这个位本身就是 实际上是 不是畏惧任何东西 畏惧他自己 畏惧他自己 里面那个主词化 没有 没有本质化的 那个自由 那个自由 他始终处在这种畏惧当中 You understand 在伦理状态 在伦理状态 这种自由始终 就是这种自由 永远是 叫做 永远是叫做 挥霍了的可能性 永远是失去了的 挥霍了的 挥霍了的 当你发现你是自由的时候 你这个自由 永远已经是被 被你失去了 被挥霍了的 被你亲自了的 你会害怕 你们又一直会害怕 走不了点 哎呀 你在 然后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克尔卡古尔 在他的一本书 叫致死的疾病里面 就讨论到了 处在伦理阶段的人 这时啊 伦理阶段的人啊 这个时候 有一种 生存论的探索 会有一种生存论的探索 就实存论的一种探索 他试图用这种生存论探索 来建构一种新的反思性的哲学 但是失败了啊 这些反思性哲学通通都是 最后都是无理的 反思性哲学 致死之病 他 首先他的基调是绝望 基调是绝望 基调是绝望 绝望当然也是从 审美阶段 抵达伦理阶段的一个 一个一个动因啊 基调就是绝望 在绝望当中还有很多 会越来越不受控 越来越动荡的一些情绪 比如说 开始讽刺 开始有些自己的小幽默 幽默 因为你受不了脸 因为你觉得 就是命运 这个就简单来说 就是什么不可承受的 什么生命之轻 命运是无偿的 但是这个无偿 竟然是由我的自由来 来抉择的 就是这个 你会开始讽刺 嘲讽自己 幽默 然后开始有一些忧愁 忧愁 但是这个东西 通通都会被主体 在伦理阶段主体会 越来越越来越感受到 它会越来越多 it will be more and more more and more 除在伦理阶段 想要去设立本质 然后完全终结自己 这个状态下 然后又感受到的一种 封闭的自由 闭合的 武断的自由 然后处在一种 未 未当中 然后 开始搞一些 在绝望 这种绝望之下 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 这种内在的情绪 这些后来都会被识别成 是一种 自己消耗着的 自身的激情 自己消耗着自身的激情 是没有力量的自我消耗 就是没有力量的自我消耗 这些东西都是在浪费时间 没有力量的自我消耗 所有这些绝望 就是说这种东西 一般会被庸俗的存在主义者 或者庸俗的生存论者 觉得这是最本真的 本真个屁啊 我跟你讲 在克尔凯格尔看来 这东西是最垃圾的 就在绝望当中 又讽刺别人 又处在一种病态的忧愁当中 自怜自义 然后感到 或者说偶尔说点幽默的东西 来苦中作乐 然后来就怎么惨淡一下 自嘲一下 言语一下 这东西都是虚假的 本真个屁啊 这在克尔凯格尔来叫做 没有力量的自我消耗 完全没有力量的自我消耗 这东西垃圾啊 因为这个东西 你越感到它越没有意义 你才能抵达第三阶段 就是生存论要抵达第三个阶段 最后是把自己要定位的 要把自己position的 you have to position yourself 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关系里面 定位在一个关系当中 这个关系本身比你的实存更高 更大 但是他这边用的辩证法的话 如果我就是说舒尔茨啊 是认为他用的辩证法 还是个自身辩证法 自身作为一个场域 做中介 作为背景性中介 自身辩证法 我们先讲他的自身辩证法的理解 就是这个东西全是垃圾啊 你们如果是自称自己是一个生存论者 竟然一天到晚在绝望当中 什么讽刺那个忧愁忧虑 处在病态的自我调侃 那种什么颓废的沮丧的 或者那种啊 慵懒的那种 就是里尔克那种人 或者就王尔德那种垃圾啊 这种东西啊 通通是很low的 就是这东西不具有严肃性 这东西都是很愚蠢的 就是就是毫无力量的空耗啊 就相当于你去网吧定了机子上机 你竟然在用那个上机 本来应该人家就直接去打 打DOTA打LUARU 或者就去去打吃鸡去了 就是玩大型游戏去了 否则你到网吧去干嘛呢 这些人竟然上了网吧 这边打开打开什么小游戏再玩 就是这种东西 看着是没有意义的啊 它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东西一般被那些生存论者 所崇拜的这种腔调 这种蛇皮东西是垃圾而已啊 没有任何意义啊 它没有地位的 它没有地位 所以第三阶段要从伦理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话 它用它通过的是一个从伦理阶段再上升到第三阶段 从第二阶段伦理阶段上升到第三阶段宗教阶段 它是通过了一个自身辩证法 通过了一个自身辩证法 就是在这里有个自我和自身的二分啊 这个时候 自我要把它放到自身性当中 然后去把握到一个中 一个他者 一个他者 这个他者是 这个他者是一个 就是一个先行的中介者 哎呀 我妈的说了你们也听不懂 这个他者就绝对者 绝对者 绝对者 上帝了 上帝 呃 你在伦理阶段里面受不了了 就是为什么受不了 因为你的那个实存的那个现在的存在 先存在 现在的那种存在 和你的那种就是本质化的存在 对不对 想要本质化的存在 这两个当中 这两个定到一块就是实存嘛 实存 实存 讲外部化的 这是一个内在化的 这个矛盾 到了宗教阶段的话 他会发现 就是说 哎呀 我念一段 念一段 就叫做 实存在宗教阶段 还是一个直接的自我中介 他依然是一个直接的自我中介 他依然是一个直接的自我中介 就是你并不是说什么体验到什么超凡 觉俗的什么体验 还是就是自己体验他自己 还是体验他的主观实际 体验他的情绪 体验他的生存 但是呢 他 由于绝望 由于伦理决断的一个绝望 绝望在这里还是扮演一个动力学的机制 由于伦理决断的绝望 出现了信仰 出现了信仰 走向了信仰 信仰就意味着这种直接的自我中介 它是完全来自于外部的 它有一个外部的他者 在设立这种直接的自我中介 就是信仰完全是 你说它从哪来的 就从外部来的 从外部而来的 这个时候你要问 它是凭什么来的 没有原因啊 这个这种信仰突然之间 这种信仰就是对于一个外部的他者的一个信仰 有一个外部的他的信仰 就你不再感觉你是在一个孤独的一个电影院里面 自己看自己人生电影 你而是我举个例子 而是你现在感觉你现在是在一个网吧里面租了台机子 再戴上耳机听你的那个电影 看你的电影 有一个外部的他者在设定你的 你的内容 设定你体验的内容 设定你体验的内容 就是这个绝望 相当于绝望到最后 就是把自己的被设定状态 当然主体的这种 这里面有个非常非常就是说你的中介性 我这里就我 我这里就是要要讲清楚一个设定和中介的一个谋 一个辩证法 设定和中介 设定 Posite 中介 Mediate 我们Position Mediation 用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主体 就是有两种设定 有两种设定 你 就是说 就是说你的中介的内容 你的中介内容是被自我设定的 中介内容是被自我设定的 是被自我设定 但是你的中介性本身 你的中介性本身 就是你的这个中介本身 是被一个他者设定的 是被他者设定的 是被一个他者设定的 你能了解吗 就是说自我设定的中介内容 意味着这就是先验观念论的一个 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世界 它都是由你的先验框架构造出来的 你的中介内容是由自我设定的 这些 只有你负责 你知道吗 比如说空调游空气 它是白色 它是有一个轮廓 有一个 就是你所体验到 感知到的这些东西 这些内容是 自我设定的 是主体自己设定的 但是你的这个中介本身 你你必然做一个 作为一个自我中介 而实存 实存必然作为一个自我中介而实存 这个自我中介的这种实存样态 实存或者说实存本身 这种存在样态 是被他者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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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这件事情是被他者设定的 你的命 你这条命 你有这条命 是被他者设定的 那么他 他者设定你的中介性本身 设定 就是你要活这一生 是相当于 他给你安排的任务 但任务里面 你体验到什么东西 这里面这些东西 怎么组织建构起来 怎么去看待 怎么去体验 这东西是 你可以去设定的 这里有一个双重性 这里有一个双重性 一个矛盾性 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就辩证法的 所以说 在宗教阶段 你会感受到 就是 当然这个视角是切换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自我作为 这个就还是处在一个本 还是处在一个伦理阶段 这个社交 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关系 还是处在一个伦理阶段 就是想要设定自己的本质 中介自己的生存内容 中介自己的身份 中介自己的本质 设定自己的身份 设定自己的本质 就成为自己所适的 那么这还是处在伦理阶段 而宗教阶段则是要意识到这一点 宗教阶段则是要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要通过信仰来意识到这一点 我的中介性本身是由他者设定的 那么这是如何看到的呢 在什么中设定的 是在自身性当中设定的 自身当中 自身中设定 就是要跳出自我 看到一个自身 看到自己整个的 就是要突破一种 先验观念论意上的主体 把握到一种自身 作为自身的主体 作为自身的主体 这个我们自身的 自身的现象学 在那个里面讲过了 在现象学的3-1-3-4里面 我讲过了 讲过了 自身和主体性的 和自我的一个区别 你大致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你的自身可以理解成 就是尚未能格化的一个 就是自我是住在自身当中的 住在你的生存状态 生存模式 住在你的意识结构 意识一系列的东西当中 对吗 就是你是住在你的符号学框架 符号学 一个前人格化的自我 我操 前人格化的生命 你可以理解成这种东西 一个符号学意义上 它是符号化的 但是它是前人格化 它没有人格化的一个生命 不能把它叫做无意识 它不是无意识 这是舒尔茨的一个自身的 就是一个辩证法 但是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辩证法家都认同 可以拿这个东西做中介的 我不太喜欢这个路 这个路数的话 就让我们大家就觉得 有一个背景性的场域 你了解吗 有一个背景性场域叫自身 这个自身是个匿名的前人格化的 前人称化的一个主体性 我不太喜欢这个玩意 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是那些 比较保守的人 因为就是在齐泽克那边的话 不需要用自身的辩证法 就足够中介回去了 可以的 因为就是比如说 我们最简单就是在伦理阶段 一开始就有一个意志性 这意志性的话 就是主体性本身 把它坚持到底 就是宗教阶段的 伦理阶段 把那个意志性坚持到底 把它设立成新的本质 推翻符号系统 先翻一个符号系统 自己设定一个新符号系统 把伦理本身当一个爱欲坚持下去 或者把爱欲 或者把审美当成一个伦理 把它坚持到底 视角稍微一切换就够了 而不需要 当然这里的一个视角的切换 就是从所谓的局部 切换到整体 就是我们不太喜欢 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去思考 我们不太喜欢这样思考 就是 你切换到自身 你由自身这个视角去着眼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的直接的 我作为一个直接的自我中介的这么一个主体性的这种实存 这种生存的存在样态 也是在我的就是生存的定局当中被设定的 是被设定的 是被一个他者所设定的 你能感受到这种 你能感受到 就是 you can feel this 就是 被设定性 你能感受到这种被设定性 被设定性 就是你 你能感受到 起点处不需要我负责 就是你能感受到一种解脱之感 但是就是说 这种解脱之感就是说 你可以继续对你 就是这个时候处在宗教状态的人 这个就难起一种信心 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 如果按照伦理阶段 一切事物都是我所中介的 我永远是一个罪人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我中介的 整个世界都是我体验我中介的 那么他这些东西早已存在 早已存在 唯一的就是我要为他负责 我要把他们推到极致 为他们负责 为他们的不够理想的那一面 我要拼命的让他们变得理想 不够完美的那一面 我拼命让他们变得完美 我把伦理精神给他推到一个极致 你可以这样做 就是做一个罪人 同时你又会感受到 你是一个完全你的中介本身 它叫做被中介的自我中介 你的中介本身是一种被中介的自我中介 是一个中介的自我中介 被中介来的自我中介 Mediated self-meditation 它是一个被中介的自我中介 也就是说你所体验到的这一切 你的中介性本身 它是就是 有大踏者给你撑腰的 你简单这样来说 有个有个闹哥给你撑腰的 我错 或是说你 你看了这部电影 这件 你看了你 你生存体现像恐怖片一样的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恐怖片已经有人帮你看过了 最后不会把你吓得半死了 不会让你太惨的 就是有个闹哥给你罩着了 有个闹哥给你罩着了 他设定了你的这种啊 中介本身 设定了你的 安排了你的这种 在一个历史当中 去中介各式各样内容的这 这种使命本身 那个处在 就是实际上宗教阶段 你可以看成是一种 其实是 在齐则恶看来 我们的观点就是认为 它是一个 就是否定之否定啊 其实就是肯定啊 就是 就回到一开始的那个 摆脱了责任 无烦恼的 无忧虑的 一种 一种 就是 没有责任性 无责任性 那你同时是个义人 用这个宗教术的话 就是你同时是个罪人 又同时是个义人 但是 呃 克尔凯扣尔 克尔凯扣尔的意思就是说 你并不是要 就是你要把这两个矛盾 给他一直维持住 你要维持住 你足迪性要维持住 维持住 维持住的这种 状态呢 就叫做 这个 用一个词就叫做 哎呀 看一下 呃 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啊 新的生命 但是处在宗教阶段的人 你同时要永远的伦理性的活着 啊 伦理性的活着 你始终伦理性的 你始终要伦理性的生活着 就是说伦理的维度对于这个审美的维度是一个就是彻底的一个哎呦再也没有办法那样没心没肺的活着了啊要成为妻子想要成为妻子想要成为丈夫或者就是那海海王啊海姐海哥再也没有办法回但是呢宗教阶段是不一样的宗教阶段则是就是对于伦理状态的那种内在的创伤痛苦它是包容的它是能够维持住的很自信的维持住的因为他知道有人给他称之后就能够维持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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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维持 因为他知道自己限于这种无限的绝对的这种张力之中是有一个更强的力量更原处更就是最原处的一个力量在维持的就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终界性本身是被设立的 icこの الض级就叫做重复啊重复repetitization 这里起的 这里的辩证法 这个 这个从伦理阶段超越到宗教阶段的 起的辩证法叫重复 reputation 重复 其实就是说 其实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伦理 本来是在看到审美阶段 不停的否计他 自己想要把它消解掉 想要把审美的那种任意性 那种偶然性 给它消解掉 去追求必然 然后他伦理阶段 在看到一种特定的一种审美 也就是生存本身的时候 或者就是中介 主体的中介活动本身的时候 也就是看到他自己 所谓的中介活动 不就是看到伦理活动本身 伦理活动就是直接的自我中介 想要把这一切都消解掉 把这一切变得合理有序 仅仅有条 就符合道 或者符合什么秩序 符合理想 他看到他自己这个东西 发现他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审美 发现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被设定的 只不过是内容不被设定 但是这种 就是伦理 相当于这个是一个视角切换 就是一个伦理阶段的一个主体 他发现自己的伦理活动 本身 本身也是碍玉性的 也是碍玉性的 你懂了 碍玉性的 然后也是被设立的 被设立的 这个碍玉性是完全无关于内容的 无关于内容的 而就是这种生存形式 生存形式 就追求极致的那种 自我中介的这种生存形式 本身是被设立的 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放松 松开这个 松开这个 loos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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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ifier chain 松开这个能指链 这个时候就松开能指链 能指链松开了 能指链是这样松开的 你知道吗 就是揪一段出来 就是你要 然后揪到自己这边 然后就松开了 生存形式本身是被设立的 他的中介性啊 他的中介性本身是在自身 在自身性当中被设立 在自身中被设立的 被一个他者所设立 也就是他 就是这个 叫做 呃 就是 是关系自己与自身发生着关联的某个东西啊 自我不是关系 自我是关系自己和自身发生着关联着的一个整个东西 发生着关系的整个东西 我们把这句话抄一下啊 就是说 我们先把重复这个讲完 就是就是实际上做的就是重复 重复 就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在里面 只是把这个逻辑用到自己身上来 把你挑剔 怎么挑人家审美阶段 那些啊 爱泡妞啊 爱爱滚床单啊 爱什么各种玩各种花样啊 什么啤酒网 什么什么衣服上 从上往下倒啊 然后去舔啊 舔啤酒这种 人家爱玩这个东西 那你一二玩挑人家这个刺吧 就是会发现这种紧张的 这种想要自我中介的伦理游戏 这种伦理追求本身的这种 这种自我中介活动也是被设定的 那就放放宽了 那就放宽 但是依然会保持着一个 始终是一个伦理姿态 就是伦理姿态并没有结束 而不像审美到伦理阶段 审美到伦理阶段是审美阶段 其实说 就是说在自我意识当中啊 审美到伦理阶段 自我意识是否认自己还是一个审美 审美活动 它是就辩证法你知道吗 这里面的一个意志性的一个东西 然后自己出来 然后否认他自己是曾经的那个东西 然后但是宗教阶段就在于把这种否认给他扬弃掉 就是说你伦理阶段不是不承认你自己是审美 审美阶段是高级审美吗 我宗教阶段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一个高级伦理阶段 而你就是一个高级审美阶段 这样就调和了 这样就能指点就松掉了 一个鄙视链就不存在了 它就 它松开来了 但是它依然是个伦理阶段 因为因为这个宗教阶段它依然是个伦理阶段 因为它承认自己是个伦理阶段 所以它始终是处在伦理状态下的 它始终它 它可以继承 就像伦理阶段没有办法继承审美阶段里面的反思性的那些 自我中介的那些产物 它没办法继承 但是宗教阶段可以继承伦理生活当中 前面你在伦理阶段的那些抉择 那些反思 那些痛苦 你可以继承它们 你可以包容它们 你可以感受它们 你可以聋得下它们 你可以继续终结它们 对吧 它是一个 就是这个升级成这个 它翻脸不认人说你是垃圾 但是这个升级成这个 它认人 而且它之所以能升级成这个 它其实就是它自己意识到 原来它并不比它更高 原来大家都是平等的 大家都是平等的 都是一个他者所设立的生命的环节当中的 必经之路或者怎么样 这感到有一个目的论在里面 感到有一个他者所安排的一个道道 这是有意义的 这还是有意义的 这种状态下 他就觉得有一种天佑了 就是那个词 天佑 天佑 他之前的那些沉溺 那些偶然 那些痛苦 那些欢愉 那些在他痛苦 后来的痛苦当中 看来无意的那些欢愉 他如果到了第三阶段的话 他天佑当中的话 他会觉得 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他的这个就叫重复 重复意味着就是 你所体验的一切 就是你所终界的一切 主体所终界的一切 主体所终界的一切 早已被终界过了 早已被终界过了 但是不是作为终界内容 被终界过了 不仅仅是作为内容被终界过 而是作为形式被终界过 就是你前面 比如说你一开始是个 前面都说男人吧 现在说你 一开始个小胎妹 后来找到一个人 想要托付终身 但是人家不接受他 他很痛苦 最后他发现 那个小胎妹 是他成长必经之路 就很庸俗吧 我举个这个例子 成长必经之路 他后面那个 想要去变成一个 贤其良母 这也不过是一种 同样一个虚幻的一个幻想 就是他走到这么一个三阶段 这个三阶段里面的 这些阶段变化 阶次变化 这里面的终界形式 本身的改变 就是会 就是这个终界性本身 哪些东西 终界性本身 生存形式本身 早已经被一个绝对者 被一个他者 所设立的 所终界过了 所以主体体验到的这一切 这一个人生 他就有点像 像这个宿命论 对不对 你体验过了这些东西 早就被体验过了 早就被他安排了 早就被他安排好了 早就被他体验过了 这些转环的节点 忽然之间想起 当年那个什么 他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啥意 忽然之间想起 当年是 比如说刚从小胎妹 做到最开心的时候 忽然之间 怎么要摔了一个跟头 然后从什么头牌的红人 变成不是头牌的 不是红人呢 他就忽然发现 原来有冥冥之中 有什么他者 在让我什么 这里要做个转变 那里要做个转变 什么的 你懂的 你懂的 这叫做重复 reputation 重复 重复就有多个含义 一个含义就是说 被你所体验的这段人生 早就被一个绝对者 所终界过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可以在高阶段里面 在宗教阶段里面 再去回忆你这里面过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 而且是 你叫做什么 当人类一切在想象中 可能的确信或豁然性 都行不通了的时候 人们可以再次获得所有的东西 而且是双倍的获得 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 自己的存在是一种 就是 这种状态之下 就会有一种直接性 就会有一种直接性 就会有一种新的直接性 一种新的直接性 在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 那个宗教阶段 就会有一种新的直接性 它这种直接性并不是 就是 这种直接性不是由 由主体去终结的 而是由绝对者来终结出来的 绝对者 绝对者 终结的直接性 就是你体验的人生 已经被终结过了 绝对者已经终结过了的 你的生命已经被绝对终结过了 你不需要 在绝望中继续生存了 你不需要在绝望中继续生存了 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阶段里面 主体发现自己可以 它以后的每一天的生存 都可以说 You arranged that for me You have experienced it before my experience 你已经替我过过这一生了 你已经为我赎 赎得了所有的 这里就是 就是Chris Trinity 你明白吗 就是说 绝对者已经帮他终结了 所有的人生 他再也不绝 再也不会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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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者已经帮他 就是比如说这个主体 还明天 比如说他明天就要上断头台 就是说他明天就要上断头台 就要被枪毙 或者怎么样的 他就会 我明天上断头台 我这个体验 这里面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过程 都已经有一个绝对者 帮我提前终结过了 就是我的终结性本身的 发生的改变 终结性的样态 本身发生的这个重大的改变 比如说我现在是活着 作为一个实存 那我比如说 磕了一颗子弹之后 变成一个什么样 这种转变 这种变化 是一个本体性的变化 只有绝对者能终结 绝对者已经终结过了 我现在是时间性的体验 那么比如说我下个小时 过几分钟死了 我会变成非时间性的这种体验 这些东西完全不是我能终结的 这种结构的转换 不是我能终结 完全不是我能终结的 就是终结性本身的维持 终结状态本身的维持 终结状态本身的改变 更改 就是我的最根底的生存状态的维持 更改 形式的一些变化 通通不是我说的 通通都是一个绝对的终结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发现主体的所有的生存内容 获得一种新的直接性 这种新的直接性 既不是什么现实 也不是可能性 它不再受那种现实 可能性的一个逻辑的 因为在 在在那个伦理阶段的话 伦理阶段的话 就会有一种 说错了 这必然 有一种必然和可能一个对立 和可能一个对立 就是有一种必然的自由 和一种可能自由 必然自由 对应着就是那个封闭的自由 封闭的自由 可能自由对应着就是后悔啊 就反悔啊 等等这样的 就不再有这样的一种对立的 不再有这种对立的 而是一种直接性 直接的自由 直接自由 你的生存本身就是 哎呀 就是绝对者所终结过了的 所终结过了的 你就不是一个必须 必须此在了 你的存在就不再是一个必须此在 而是一个不再是个必须此在了 当然是还是个必须此在 但同时同时是一个 叫做允许此在 你的生存不仅仅是你必须这样在这里生存 准备设定 而且是他允许你在这里生存 允许在你在这里生存 也就是你可以随便干任何事情 这个时候就敞开一种自由了 而且是一种加倍的 你当然有一种加倍的一种自由了 你之前那个必须此在 这边是感受到一种封闭的自由 封闭的一个自由 在这里感到一种加倍的自由 就是对于自由 对于意志的意志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 就是可以直接中介你自己的意志 可以直接中介你自己的中介活动本身 你有一种加倍的自由 它允许你此在 允许你通过你的存在来 设立当下 设立就是 就是网吧开的机子 你可以随便玩 你懂这个意思吧 你不是被你被废话锁在一个 锁在一台电脑里面 或者锁在一个电影院里面 只能看个电影 我必须看啊大哥 没办法不看啊 忽然 阿苦不偏看 就是你就是这个电影本身 你就看 而是你这个时候变成一种允许此在 你是个网吧 有个老板给你开了个机子 你去玩游戏去吧 这个时候就有点 庸俗的说法 庸俗的说法 我来讲一下它的格吧 最后在常议论上它的格 一个是形而下一个是形而上 那它这个其实昨天都已经讲过了 它有什么东西来调和 我这边形而下 这边是审美 这边是伦理的维度 伦理的维度 它有什么来调和 由这个宗教的维度来调和 常议论上宗教的维度来调和 真正意义上调和 这个东西是真正意义上调和 因为它调和就是回过头告诉你 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它回过来给你调和这种状态 但是你 你没有那个信仰的话 没有一个他者性的信仰 就是不通过伦理 就算达到一个绝望的一个极致的话 极致的绝望 就是你是没办法穿越 那个自我自恋的那个幻想的 没有办法穿越那个自恋幻想的 穿越不了人 我这样理论上跟你讲没有用的呀 理论上跟你讲没有用的 你抵达不了就抵达不了 你没有办法 从绝望走向所谓的信仰 你就做不到没办法 小孩小孩 我 你不不要东西笑评 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就是这个维度 你尚且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维度 你更不要说要进入这个维度了 就不要说了 没必要说的 而且这个 好吧 在本体论上 我记得昨天讲的是什么 是 是所谓的 这边是实存的 实存 这边是他者 那么他调和的是自身 是用自身性来调和 自身性 自身来调和 这个自身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情绪场 为什么就是只有绝望 只有通过绝望才能实现去自我化 由绝望来驱动一个去自我化 然后才能让自身性的这个场域泡露出来 就是自身当中 自身里面啊 就不仅仅有自我 不仅有自我 而是有一种关系 而是有一种关系在里面的 而是有一种关系啊 有一种关系在里面 把自我和 比如说和世界 和整个这个 实存啊 和整个实存 整个实存 给他联系起来 因为我自我需要去中介这东西嘛 所以 他你要能够在自身当中发现这样一种关系 发现一种有某个他者在设定你的中介性的样态 生存样态 有某个他者在设定你这种 没办法 没办法 真的是没办法 就说 真的没办法 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说没办法呀 大哥 我只能玩这个游戏啊 我只能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啊 而且你让我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 说不定说不定你是有所安排或者怎么样 那我就硬着头皮走下去吧 就是 就 这就从伦理阶段走向宗教阶段 你要 首先你们要承担责任啊 首先要从那种不承担责任的状态走向承担责任的状态 忧烦忧虑想要把面对的事物给他合理化或者把它变好变得完美 变得善良变得对大家都好或者处在伦理阶段是很痛苦的 最终会绝望因为总是做不到总共会失败的 特别你面对的实存不仅是你的那个情绪场啊 主体的情绪场 你面对实存可能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钱啊欲望啊肉体啊权力啊 还有什么名声啊还有什么知识啊 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清源啊还有罪恶啊谎言啊什么真相啊 创伤暴力啊什么这些东西 对这玩意 你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就是这种自己的自我直接的自我中介就是去唯我论呢 说穿了就是要去唯我论话啊去唯我论话 然后承认有个他者有个他者 然后要极端绝望才能够去自我化 然后才能够生出一个信仰啊信仰 但是他中介调和他中介的是自身性 因为舒尔茨是这样说的 因为他把他对他对他进行一个暴力的观念论拆解啊 对这个克尔凯古尔进行一个暴力的观念论拆解 然后他这个自身就是个情绪场里面有一堆那些就是说无力的 无力的什么生命生生命激情的一个消耗自我消耗对不对 刚刚说过的生命激情的自我消耗 无力的情绪上 但是有一种东西是贯穿其中的绝望绝望 despair贯穿其中的 他可以牵引着你从从那个呃 审美抵达伦理阶段再从伦理阶段抵达宗教阶段 认识论上是2 就没东西调和了 就没东西调和了 这实际上是2 我们要写的话 这边是信仰 这边是 写的话 这边是绝望 despair 绝望 绝望会牵引着你去构造先验观念论 就思辨哲学代表绝望 思辨哲学 思辨哲学本身代表绝望 就在目的论上是1 就是那个词啊 就是那个 什么什么诱啊 那个叫什么什么 哎呀 哎呀 天佑又来了 比哥 囊顿 我工作记忆很弱 天佑 这种天佑 他是 就是把矛盾给我hold住啊 给我顶住啊 你有没有看过天女幽魂第三部里面 那个树妖啊 他被什么 被什么燕翅侠和那个什么 和那个张学友演的燕翅侠和那个老和尚追过去的时候 怎么漫天的法宝互相打的时候啊 然后就是他把一个女鬼还有那些小妖啊 全都就推上去去挡那个法宝 他说的给我顶住啊 给我顶住啊 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啊 就是那个绝对者 绝对者安排有限的实存 有限的主体 他有个任务叫就给我顶住 给我维持住在这里面的这个这里面的张力 你给我调和这里面的张力 通过这些东西通过你的这个 你抵达这个维度 还通过你的这个自身性来调和 你有任务的 你有任务就是撑住我的裂缝 所以其实生存论呢 生存论或者存在主义 extentialism 他其实是个很保守的东西 你们没有意识到啊 他其实很保守 他骨子里有保守性 不激进的 他没有你想那么激进的 他很不激进 他这个很保守 那要成为这个solitary man 要成为这个solitary man 叫尹氏独居的人 对不对 尹氏独居者 尹氏独居者 尹氏独 就是孤独的人 孤独的 孤独孤独的 孤独的叫成天地之众吧 给我顶住不就是成天地之众吗 成天地之众 成天地之众 成万民之旺 尹氏独的那种 宗教决断 就是 他领的任务 是他妈 究极大任务 就是承受着这种张力 承受着 然后所以说 你抵达了这个阶段 你还是始终处于这个阶段的 始终处于这个阶段的 始终要帮他顶住 帮他顶住这个张力 帮他顶住内在的这种分裂 帮他顶住 你做的决则 可以就是 他允许你做决则 允许你有自由 完全的自由 完全的 这个时候 你的自由 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由了 你的自由 就不再是一个在一个 就是追求某种本质 把它做到极致 做到完美 这种自由 你的自由 而是一个 就是 你可以设立新的系统了 或者新的发布学秩序了 因为你 因为一切都可能都敞开了 因为你体验到的东西 都已经被他终界过了 所以你可以体验到一切东西 你终界过 你二手终界 你是二手终界者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就是他 就是实际上 你的终界 就是他的终界 是一种东西 你甚至可以说 它是短路的 这种天佑 就意味着 你已经是个义人了 你没有罪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赎罪 但是同时 你又要去 又要去 又要富有一个义务 一种新的义务 新的一种生命 新的义务 富有一种新的义务 但这不是在 就是在一个赎罪的意义上 而是在一个 就是有点 协同作战的那种意义上 就是你和绝对者 协同作战 或者那种感觉 就是这种影视 实际上 他是有友情的 但是他的友情 是朝向绝对者的 朝向那个 给我顶住 那个 大妖怪的 那种感觉 他就很简单 其实他背后 我甚至觉得这里面 背后有某种血缘崇拜 因为我的 我的实存 或者说我的中介性 本身是他所设立的 所以我就要 我不能背叛他 对不对 他吃过一遍的东西 我吃第二遍 那我过程当中 就是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他还是设立的 大他者 不叫大他者 还是设立的一个 就有一个 他没有把有限性坚持到底 他把有限性局限在一个 自身性当中 这个自身是 就是可以有一个外部他者 也就是这个 可以有一个外部他者 来对于这个自身 进行设定的 来预先 先行中介 这一自身的 这是后观念论 运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后观念论 运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有限主义 就是这种有限主义 是一种无力的有限主义 这种有限主义 是一种 就是有限主义 归根结底 是一种虚假无力的 虚假 而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 是整体 他就是 应该说 自我就是这种关系 是整体啊 自我就是这种关系 这个就是自我 这里面的有限性 就是自身 自我就是这一关系 自我就是 绝对者设立一个有限的 一个自身的这个场 然后在中间直接的 进行直接的自我中介 你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这个 但是这个直接的 自我中介的直接性 仅限于这个自身内部 是直接的 它是一种被设立的 被中介的 直接的自我中介 它的这个仅限于 在自身性内部 是直接的自我中介 那么如果考虑到这个 整体的话 它就是一个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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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understand? 这样你就能理解了吧 而这个关系 又是一个直接关系 就是说 你如果你这个东西 短到这里 那它是一个间接关系 如果你这个绝对者 短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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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短 绝对者直接抵达这个 这个就这一关系来说 自我 作为这么一个整体关系来说 它和绝对者的关系 就是一个直接关系 直接关系 就有一种亲缘性 就觉得我是 我他儿子那种感觉 或者就觉得就是 他已经预先帮我 把所有的问题都给我 所有的结构性的那种 痛彻心扉的 非常苦难的 非常 他都已经预先 给我品尝过一遍了 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克尔凯古尔有句名言啊 就说我们要 以2000年前的那个闹阁 2000年前的这个C同志为同时代人 2000年前的C同志为同时代人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C同志啊 他已经 这是活生生的这个人啊 他已经 他和我们一样啊 你可以理解成 他和我们一样 我这个同时代人 其实我也有点不太理解啊 不管我的理解是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说 绝对者已经预先给我们赎罪了 他已经预先给我们赎了 C同志在历史当中的那种存在啊 和我们一样的和我们一样的啊 他在历史当中的那种存在和我们一样的 我我我以他为同时代人 意思并不是说他 当时在历史当中的那些苦难啊 已经帮我们整个人类的所有的这个 就不并不是这么一个过于物化的这种 一种的一种理解啊 过于reified 那不是这种理解 而是意思是 他是第一个理解到这个真相 并且把这一真相 以一种精神形式向所有人传达的 向所有人传达的 也就在这个意上讲 他帮我们啊 这个呢 但是呢 呃 从这个整个生存论 实存主义的这个哲学上来讲的话 是那个绝对者 他帮我们 预先终界了我将要体验到的一切 我未来将体验到的一切都已经是被他早就终界过了的 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在我未来所有的体验当中 我再也不需要去那么激烈紧张的去 啊 歇斯底里的不知道到底是为了啥 怎么怎么样的 而只要去维持住这种张力 维持住这种张力 本身很痛苦 这个张力不 不 这个张力不再是一个有限的 不 无根的 绝望的一个张力 而这是重新抵达的有根性 所以 你就说有限主义 他在生存论里面 他是背叛了无根性的 他背叛了 背叛了 他最终是背叛的 要讲清楚啊 最终是背叛的啊 他是一种 就是一种绝对主义啊 或者他是一种 就是一种宗教 他是一种宗教 你一个生存论者 典型的克尔凯古尔主义者 最终一定会是一个 就是一个 最后 如果你不像克尔凯古尔一样 就是要维持着这种 就是不把伦理阶段坚持到底的话 在宗教阶段 把伦理阶段坚持到底的话 那你前面都会 通通都会闭合起来 前面你本来这个一字头会 就会闭合的 甚至你 真的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信仰者 不要学这个东西 你学了可能前面全闭合了 最后你就就 弃教了 你知道吗 你很容易弃教 你学这个东西 你不能长 不能维持他的敞开 然后去去去去 中介他的话 你会弃教 你前面两个东西都会闭合 前面场域论的 本体论也都有可能闭合 你连那个 本体论上的那个二元堆立 你都最后都会抛弃掉他 你最后会变成一个最虔诚的 无神论者 就是 你是无神论者 你不会吸引任何具体的偶像 具体的 什么人世间的 什么造起来的庙里面呢 或者说那边有一个名号的那些东西 我靠 他都是他大哥 同时代人的 他和C同志同时代人 大家体验的是一种一种 大家你知道吗 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 你了解吧 就是他最后会变成一种最虔诚的 最纯洁的 和 在和绝对者的关系当中是最真挚的 然后是最最迅服的一个 无神论者 因为这个绝对者 他绝对者在 他不会变成一个形象 或者变成一个人 他只是个预先中介者 他只是一个 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 一个 你知道这个是圣灵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一个希望 或者说一个美好的愿望 都告诉你 没事了 就是一种安慰性的 我觉得他最后最后这个东西 就我的体验来说 我不会把它 我只会把它做一个符号学理智来看待 最后这个绝对者 只是在生存论上 在实存论上 他是作为一个辩证法的一个一个机制 这个他者作为一个辩证法的一个协调的一个机制存在 他本身的话 可能代表某种 我把它降阶了 我把它降刺了 我把它降刺了 我不可能维持住他那个高阶词的 我受不了的 我是受不了的 我 我是无神论者 我受不了这个东西 而且 我并不同意 并不非常同意齐斯科的观点说 你要做一个 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你一定要设立一个绝对者 然后要和他发生这种关联 路数都是从晚齐谢霖那边走过来的 克尔凯过以后 晚齐谢霖 齐斯科本人 是后面尼采 路数都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都是在这种张力当中去思考这种关系 好的 那我就讲到这边了 那我就讲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